白虎脸没有任何阻拦进了王府,在那些当年被北梁铁骑踏破家园门派的江湖人来说,这里不仅进门难于登天,里头更加危机重重,与拥有天下第二座镇的五帝城和剑仙被出的无家剑种并称三大禁的险境。 五帝城是有一个僻拟天下高手的老怪物,剑种是有大批一生一世,只许用剑甚至只许碰剑的枯搞剑士。 而北梁王府,除了明面上的北梁铁骑护卫,还有无数隐匿于暗处的不出世高手,那一场武林浩劫,人徒徐霄不仅割稻草一般成批杀掉了无数成名已久的江湖高手, 也一样招来了相当规模品性不佳但实力变态的走狗。 最初的无名小卒徐霄自打上阵第一天,便几乎不屑甲不下安,将近四十年看似没个止境平不清云, 足以让徐霄这个所有武林人士闻风丧胆的大魔头去豢养不计其数的门客,说客,侠客和刺客赐予重金美币或者名利权位。 武库建成后,更有各色武痴前往求学,心甘情愿为北梁王卖名赈宅。 正常人谁敢去把徐霄的虎须逆拎,敢在徐霄面前自称老子并且动粗的不过一人而已, 唯有领着白虎脸南宫蒲叶进入王府的徐凤年。 此刻,世子殿下三言两语给指制一个姓名的白虎脸介绍王府风景, 徐凤年如自己所说,吃不了苦学不了武,空有天下舞者梦寐以求的武库, 却只晓得在里头看些旁门左道的墨流杂书。 因此,徐凤年对王府阴暗处的三不一杀鸡没有太多玄妙感受, 白虎脸则不敢掉以轻心。 到了气象巍峨的厅朝廷底下,抬头望着亭顶,眼神复杂, 说是亭子,其实是一座正儿八经的阁楼, 穿尖顶,层层飞檐,似妄如意。 徐凤年轻笑道, 对外宣称六楼,其实那里有九层,数字起于一级于九嘛, 但估计京城那边有人会吃饱了, 撑着说风凉话,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你所见,下四层外有回廊,五六可坐瞭望厅。 顶楼没有摆放任何书籍物品,空无一物。 阁内专门有五人,负责将武学秘籍, 按照修习难度,从下往上依次摆放, 应该就是江湖上所说的首歌奴, 都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老家伙神畜鬼没的。 超书人只有一人, 我就是跟他学的字画单轻, 并老子一个,比鬼更像鬼, 但还是嗜酒如命, 我每次上楼都得给他带酒。 首歌的舞奴若说是高手, 我信,我这棒个师傅如果是, 我就从酒楼跳下来。 白虎脸没有得寸进尺, 要求入阁, 连湖中的万里朝天都没欣赏, 转身就走, 清淡道, 你先帮我拿一套虚迷戒子, 出来, 佛门圣地卑林寺只有残绝半套, 阁内应该有另外半套, 共计六本, 我翻书快, 一本一本太麻烦, 对我来说也不划算, 因为你上楼所需的酒钱, 我来付账, 秀东和春蕾我只能给你其中一把, 所以你少登几次楼, 我便多些安理得几分。 徐凤年略带讨价还价嫌疑, 轻声问道, 我能要那把春蕾吗? 白虎脸不愧是爽力的男人, 毫不犹豫道, 可以。 徐凤年压抑道, 你真舍得, 静止离开的白虎脸平静道, 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舍不得放手的。 跟在身后的徐凤年撇了撇嘴, 不以为然嘀咕道, 恐怕截然一身才有资格说这话吧。 白虎脸就在一栋离世子大院不远的僻静院落柱下, 过着黄眷清灯, 在徐凤年看来无聊至极的日子, 通宵达旦, 看架势只差没有早必偷光悬梁刺骨了。 原先徐凤年还想拉着这位美人赏赏风月, 但还是作罢, 除了进院子送书就是去听朝廷还书, 只是送书的时候聊上几句, 都是浅尝辙止问一下江湖事。 例如问白虎脸天下十大高手谁更登峰造极, 那四大美女是不是真的沉鱼落雁, 都是门外汉的幼稚问题。 既然篱下的白虎脸却没有养人鼻息的想法, 多半不搭理。 对此,徐凤年无可奈何, 不过唯一的收获就是现在不尽人情的白虎脸, 愿意他去摸一下秀冬和春雷两柄刀, 甚至不介意他抽出秀冬, 自娱自乐, 耍几个别角把势。 对此, 大祝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始终没有过问半句。 狮子殿下回城的消息一传开, 当天就有与徐凤年交好的灵州大王库, 就屁颠屁颠跑上门, 那时候他还在呼呼睡大觉, 大祝国就全部赶走。 直到现在, 才有人能尽负叨扰, 一个是灵州牧炎杰西的二公子炎池吉, 另外一位则是恶名昭彰的丰州李公子李翰林。 前者由于名字谐音比较不幸, 被临近几个州郡的王库, 换作爷吃鸡, 却是个难得的正人君子, 书呆子一眉, 只不过学究得比较可爱, 小事上含糊, 大事上心思剔透。 而名字清雅的李大公子, 则是十足的恶霸, 将活人投入寿龙观看分尸惨剧, 只是这位丰州头号顽固的其中一个畸形趣味, 还有男女通杀, 尤其喜好纯红齿白的小相公, 身边总要带着一两位眉清目秀的轻衣书童, 以被宠幸谢完。 与颜杰西相识, 是因为颜公子从小就习惯了做柿子殿下跟屁虫, 徐凤年也喜欢捉弄这个嘴边总挂着圣人教会的同龄人。 至于李翰林这个渣子, 祸害别人是心狠手辣, 从不计后果, 但对待朋友却挑不出毛病, 再者李翰林有个姐姐, 集水灵, 徐凤年垂先已久, 这不想着能进水楼台。 除了书呆子颜池吉和恶少李翰林, 原本还有一个要好的官宦子弟, 姓孔, 只是随着父辈升迁进京作官, 已经四年没见, 那是个武痴。 四人聚在一起, 基本上分工就属于为首的徐凤年出馊主意, 心思缜密算无一策的颜池吉, 负责擦屁股, 恐武痴出力, 如果事情败露, 那就让破罐子破摔的李翰林背黑锅, 天衣无缝。 凤歌给徐凤年做了十多年小跟班的颜池吉, 已然是翩翩公子歌, 但一见面就是渲然玉气的模样, 道出一声白转柔长的亲密称呼后, 就眼眶湿润。 哎, 这家伙啥都好, 就是娇气, 多愁善感, 悲春伤秋, 像个娘们。 也难怪李翰林觉得, 这家伙跟他一样有龙羊好, 只是他爷们是玩弄小象公, 颜池吉却是钟情于凤歌。 凤歌, 李翰林的招呼, 就要霸起许多, 想要跟久别重逢的徐凤年拥抱一下, 被后者一脚抬起, 轻轻抵在他腹部, 笑骂了一句离我远点, 一身从男人身上带来的脂粉器。 狐朋狗友, 重居于青凉山山顶, 最适合远眺的白鹤楼, 这栋楼外悬挂的对联雇人送我下阳关, 先人扶我上黄山, 不是出自那些王朝内享誉海外一字值千金的书法大家, 而是出自八岁时的徐凤年。 现在看来愈发稚气, 但哪怕现在铁化银沟运转如意了许多, 听朝廷内的超书人, 及世子殿下的半个师父却说, 这是世子殿下最没有降气的一副对联, 自合意都是如此, 当年大祝国一开心就照搬, 精心踏印以后挂上了, 这些年一直没有换一副对联的迹象。 徐凤年没怎么诉说这三年的心酸困苦, 只是挑了些新鲜的武林意识见闻, 给两个同龄人讲述, 娓娓道来, 听得两人一惊一乍, 艳险万分。 喝掉一壶酒, 徐凤年也差不多讲完, 严池吉和李汉林还在回味, 徐凤年走到回廊, 趴在栏杆上轻轻一笑道, 这下子你们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了吧? 爷池吉以后肯定能读万卷书, 我也走了几千里路, 那汉林你。 大大咧咧的李汉林挠挠头道, 要不然以后捞个将军座, 杀一万个人。 严池吉比一道, 莽夫。 李汉林跳脚道, 这话你敢对大驻国说去? 严池吉语色, 一时间无法应答反驳。 徐凤年提议道, 骑马出去溜一圈。 李汉林第一个负荷, 兴高采烈道, 那一定要去紫金楼, 于花魁这三年为了你, 可是没有一次接客, 名头都被一个新花魁给压过了。 徐凤年问道, 带银子没? 李汉林拍了拍鼓出很多的肚子, 黑黑道, 瞧见没? 这趟出门本公子从密室偷了一万两银票, 为了凤哥可是豁出血本了, 回去被禁足引认了。 严池吉嘲讽道, 瞧你出息的。 李汉林皮后, 笑道, 那你倒是偷点出来啊, 不说一万两, 就一千两, 你敢吗? 你们书生啊, 就只会纸上谈兵, 真要骂架斗殴, 这类干正经事, 哪次不是凤哥我们三个出列? 给你个脱光光的娘们, 都不敢在他肚皮上翻滚, 还敢说我没出息。 严池吉仗红了脸, 冷哼一声。 每一个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凄凉夜晚, 听着不远处老黄的刺耳酣声, 由怨天尤人, 转为苦中作乐的徐凤年, 都会怀念几个死党伴嘴的光阴, 还有一同越马南淮河畔, 一同调戏梁家, 一起高歌上青楼, 一起闯祸, 一起作孽, 一起大罪鸣顶。 三人异口同声道, 走一个。